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看到茶几,就知道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关于蠟燭 其实在家里,我比较没点得这么频繁 因为有小鸡 你知道,一只猫跳上手多拨一拨,很容易火热,有点危险 所以通常我都是趁它睡得很塌 觉得它不会动的时候,关上房门点一会 但不会久的,猫猫狗狗觉得我一个在房间很危险 久不久就过来敲门,半个钟,九个字已经算不错 自从长洲有了这张茶几,朋友送了熔纳灯给我之后 我就发现整件事很漂亮,升华了,绿绿入手了很多不同的蠟燭 今天就想分享一下collection 亦都想说一下,究竟我自己觉得熔纳灯和火烧蠟燭有什么不同 是否真的好很多 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亦都有个give away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想要蠟燭 所以选了一款是送给大家的 是不是很型格,很漂亮 这个怎样可以得到呢,你们之后就会知道了 总之有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分享了 今天的分享除了有香薰蠟燭之外,亦都会有精油蠟燭 有什么分别呢?两个点的时候都会香 但是精油蠟燭多了一个功能 就是它的蠟燭溶了,其实是一些精油 冷却少少可以擦身做一个滋润效果 所以一会也会说到的 反正都拿在手了,不如由最小的deepkit说起来吧 非常经典的一个味道 我不是很厉害怎样去形容香味 亦都不擅长很精准告诉大家 它是什么花、什么物料的味道 反而想告诉大家 我自己闻,我点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例如这一款deepkit 它真的很清幽,很优雅 令整个空间的质感提升了 在家里用火点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味道不太扩散,比较淡的 但是来到这里我用容纳灯的话 它真的半个小时左右 整个厅都会闻到 一打开门是很清幽的一个空间 很棒的 所以这一粒我就直接放过来 因为在家里怎么点我都觉得太淡了 它令我改观了 容纳灯就有这个好处了 然后这个sand out是香港品牌 它就比较浓郁 就算不碰都好,放在空间里 已经离慢着它的香味 然后闻下去是很有活力 好像在海边,很多比基尼少女跑来跑去 很阳光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觉得不适合你 睡前想放松,舒服的时候 反而是下午你正在做事 想整个人省一省神 早上你想整个人活力的时候 这一款就对了 它的物料是大豆腊 可以看看这边 蜡烛大约放了4个月左右 烧了应该不够5个小时 它是有点变黄的 旁边也会看到的 但是不影响香味 就要看大家介意有这个变化 说完一些小的 这是最近在Selvages入手的蜡烛套装 品牌本身很有名 就是香水的 里面一共有三粒小蜡烛 它们的味道我觉得都是比较浓烈的 例如这一款 我真的觉得它好像一些法国女人的香水味 它不是清幽那种 反而是觉得这个空间里面 有一个很有女人味 很性感 穿着睡衣 拿着杯红酒的女士的一种感觉 一种氛围 然后到这个的味道非常之有趣 它有一种中东或者印度的香料味 总之就很异国风情的 我不会说它是很香 反而是挺有趣的味道 还有这个名字应该是解马边草 我不知道马边草闻下去是否真的这种味道 但是它是比较中性的 有点草青得来 又不会很raw 是挺舒服 然后是男生也接受到的一个味道 如果你那些另一款 经常觉得你点香氛都很甜 很陋的话 这一款是ok的 来到另一款就是加丹尼尔的精油蜡烛 每一年圣诞它都会出的 上年出的就是这三种味道 很可憐 刚才拿着拍照的时候一跌 它就破坏了 之前不是介绍过Richos的精油蜡烛 为什么今天好像不见它中影的 就是因为已经烧光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条影片 我放一条link在上面 加丹我平时也有烧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很受欢迎很经典的味道 叫做解与的树 我已经烧到底了 我发现一个全身和一个差不多 烧到底的时候 然后味道是不一样的 一来放得久它味道会变淡 然后烧到最底 我觉得有一股油味 不是精油的香味 而真的有一股油的味道 所以这一点我会不太喜欢它 但是平时你刚刚开始用的时候 都是很舒服的 可能到最后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还有精油蜡烛是用得很快 因为平时的香蜂烛小小 大约都烧到20小时左右 但是精油蜡烛你要倒出来滋润皮肤的话 它就真的用得快 这个就会有一个优点 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缺点 三个里面我是最喜欢 Gingerbread & Jasmine Tea的 它的味道是很小朋友的 它不是很甜很柔的味道 有一种温暖 很适合冬天燃点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想舒舒服服 很适合你临份前点的蠟燭 你可以塗在身上做一个身体浸测 然后可以滋润皮肤 都是不错的 最后它们还有一个Ring Rose 不是Rose Ring 它真的是偏花香味 但是会比较清新的 不是熟气那种 小蠟燭介绍完就去到大的蠟燭了 这个是来自MinoClock 它是有盖子的 里面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见不见到里面有小小的花瓣 猜不猜到是什么呢 它是很清香的桂花味 不熟悉也不浓 单单在空间飘散着一阵花香 然后容器的材质是水泥 比较厚 如果你刚刚点完蠟燭拿起 都不会烙手 但就没有了那种透明磚身的通透感 不过它有盖子是加分位 因为我很喜欢这样色蠟燭多过趋色 而且整件事完整度会高一点 当你觉得MinoClock 这个已经是浅粉红色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更加浅 形状像不像一个饭碗 这个是最新入手的 点了大约两次左右 同蜡烛灯来自同一个网 它的香味叫Factory 照应应该是无花果树 但闻下去没有木味 反而是像一些花香和果香的结合 很香甜 很适合春天的时候用 所以未来我都会疯狂地烧这一款 再来就是很受欢迎的Jo Malone 这个味道叫Lime Basil & Mandarine 很难抗拒的味道 很经典 如果你是Jo Malone买东西 他们会在包装那里噴一种香水 就是这种味道 非常优雅高贵 然后是会把整个品味提升的感觉 就算家里的妆环不是很漂亮 只要你点了它 整件事马上加分 但它的味道不算很浓郁 或者不会很弓鼻 很抢喉的那种 是舒服的 真的有优雅的感觉 Jo Malone的单价比较贵 但它跟Zara联盛的这个collection 就会亲闻很多了 以味道来说 我觉得它是有Jo Malone那种用香水基调的影子 但不是走优雅路线 反而年轻点 活力点 跳脱点 199元 抵玩啦 还有这个是观众朋友送给我的 是不是很漂亮 里面除了蠟燭 还有花瓣和水晶 不过可能沉了 有一天烧完 应该就会看到的了 它的味道是今天这么多款之中 最甜最甜 你点的时候 整间屋都会充满着一种 暖爱 甜到漏的感觉 如果你都喜欢很甜的蠟燭的话 这个就适合你了 终于介绍完我的collection了 现在不如很快地说一下 究竟用火烧和蠟燭 我自己觉得有什么分别 如果用火烧的话 不够时间就会像这个蠟燭 有个空 因为热力是由竹心的位置开始散发 如果这个大势力不烧 大约一个多两个小时 它也不会很平均 但是如果你用蠟燭的话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会看到表面可以照到非常平坦 但是竹心有时候会掉到蠟燭 所以外观上它会没有蠟燭的一种仪式感 而且下次如果你想改用火烧的话 就要把竹心拿出来才行 然后第二个分别就是竹心的颜色 用火烧会变黑 然后由头到尾都是用灯照的话 它会保持着白色 而且如果竹心是用木的话 你用火烧有个小小的危险 我发现木的竹心如果用火烧的话 有时候会没有一些小火花出来的 所以附近有窗帘或者其他易言物品的时候 就要留意了 我现在为了安全起见 全部木的竹心都是用蠟燭灯照的 而且以蠟燭的寿命来说 我觉得用火烧是比用灯照的更快 试过连续照了4-5个小时 凝固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样动的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一个成就感 见到自己烧过的痕迹的话 用火烧 但如果你想耐用一点 蠟燭会比较好的 不过蠟燭也有缺点 一来它比较贵 限定500多元起跳 二来它是比较需要空间的 一大座放在这里 真的要找个位置 而且附近要有电锡 我平时在家里烧蠟燭的时候 旁边真的没有电锡 不想拖个拖板过来这么奇怪 那就用不了 这两个限制 就要大家看看自己 对不对 话说有一天在外国网站看衣服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盏蠟燭 觉得很漂亮 但家里又已经有一个 我记得有很多观众朋友 曾经DM过我 问关于蠟燭 我就觉得大家应该有兴趣 带了它回来 打算送给大家做giveaway 不过有个问题 它是两脚插的 我忘记了这个不是英国网站 所以寄到来的时候才发现 它是两脚扁插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下次会留意的了 这个小小心意 希望你们会喜欢的 我会在IG那里出个giveaway post 去IG那里玩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蠟燭collection 然后用我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用火 和用蠟燭的分别 和这一份小礼物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和subscribe 我每个礼拜都撈两条新片 逢星期六加三 和星期日加十二点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Bye Bye 还有我太粗路了 拆出来的时候不小心 弄坏了发泡胶 希望大家都不要加热了 有东西 he skilled 我们下条路 也会让大家一起 猪尽 hma尼 小礼物 要